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飯介紹美食的時候 今天我們去哪裡呢? 今天我們去吃Bolf Ludo 和這個類似火鍋的地方 今天我們亦是坐Grab 為甚麼呢? 因為很近我們酒店 讓大家看看 快便到達 其實這間駕駛 如果由蘇哈密走去 即是由阿蘇的地鐵站走去大約17分鐘左右 我們想一想 不要走 遊去吧 我們就這樣過去那邊坐車 因為我們由酒店坐車過去很近 亦不是太貴 所以我們就在這裏過 差不多了 下車再說吧 好了 下車之後 真是這麼快便到 已經在對面了 首先要小心車 因為這兩邊都有車 就是這裏了 Sandy Chan 我們先進去坐下 位置很多 坐下再和大家慢慢聊 好 進來坐下了 當然它有中文菜式 英文菜式 泰文菜式 我們沒有拿泰文 因為我們真的完全不懂看 變成老婆現在在叫食物 在說號碼 裡面有甚麼呢? 當然有些普通的Bowfludo 這個價錢會便宜一些 另一個呢? 這個就是火鍋 好了 我們叫火鍋的 火鍋有很多很多款 我們馬上再和大家聊好嗎? 因為老婆在叫食物 我要幫她忙 這裏又有英文又有中文 幾好 圖文並謀 而且這裏呢 地方很光猛 很淒利 走來呢 雖然是遠一點 我要看食物行不行 其實我也覺得值得一試 其實我中途未開始吃 先說一些東西給大家聽聽 你見不見 我們進來應該是一張四人桌 當然我們叫的食物都比較多 你看看 他見旁邊的桌子的人走了 趕快就拍一張桌子給我們 現在變成六人桌 我們不是想捱別人的位置 別人都很聰明 知道我們叫這麼多食物 很自動自覺就馬上加一張桌子給我們 香港你說做不做得到? 做到折騎啊 為甚麼? 第一件事 你兩個人坐六個人位 你在做夢嗎? 你投四個位出來給別人快點 這樣做法沒有可能 所以你想想 為甚麼我說要過來泰國 生活 或者過來這邊的時間長一點 原因就是一個 跟火鍋配有的醬汁 他送了三款來 鏡頭面前最遠那款 好像有一些京蔥 放在裡面的 是日式醬汁 他說吃下去甜甜酸酸 我試了 其實好像食餃子那種醬汁 一模一樣 剛才叫老公試 你有否同感? 有啊 其實跟食餃子那種酸酸的感覺很類似 當然它的酸度不是很厲害 是一些普通豉油 再加少少輕輕的醋 好像柚子醋那種感覺 第二種醬汁就是鏡頭面前 現在我快指著那些醬汁了 它有少少檸檬葉加了下去 表面有一點點白色 它告訴我是泰國傳統點燒烤的醬汁 類似像燒烤豬頸肉那種 甜甜辣辣的 但是它不是最辣的醬汁 反而現在我移向鏡頭 反而我移向鏡頭最右邊那一碟 是沒有什麼檸檬葉放下去 也沒有白色一點點浮在臉那些 放在臉頭的那些 純粹只有辣椒銀 很深橙色那一碟 就是最辣的 不過它帶有酸味的 都很容易接受 如果你吃得辣 剛剛好味,這款也蠻好吃,很開胃,很成為 辣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辣 但是配有火鍋的食材已經足夠了 這個是豬肉全家福火鍋,價錢$599 來到的時候,鍋子不是太大,讓大家看看 裡面的材料也很多 包括有豬肉丸,牛腩,豬膩,肥嘟嘟芽菜,滑肉,還有一些通菜粒 這個鍋底很棒 這個其實有點像街邊船河 用牛血來煲湯底,用香料來煲 所以這個鍋底很棒 首先說說食材,不再強調去慢慢說 這個豬肉丸很好吃 跟食材裡面的,可能會比較硬 而這裡是比較軟熟的 這個豬膩來說,它比較細片 所以口感上會比較差 而我們再點了牛舌 到時候一隻牛舌再慢慢說 另外就是肥嘟嘟芽菜,還有通菜 這個沒有特別的 說說滑肉 滑肉很好吃 滑嘟嘟,真的 它不會粗口,不會硬,還有豬味 所以這個認真不錯 這鍋菜,我想不用叫配料 就這樣吃完這鍋,喝完的湯 都夠了,599匹很便宜 其實跟街邊我們之前吃的 什麼鍋,黃春聖的價錢會比較便宜 但是這裡有冷氣,坐得舒服 我覺得認真不錯 不知道它會不會加湯 因為我們喝一下喝過了 估計打火鍋的東西一定會加湯 嘩,急不及待要介紹兩杯冰凍的飲品 因為始終所有食材都配有辣味 所以我擔心一會兒老公太辣 沒有飲品 要不然就喝完,所以要快點介紹 綠色的杯是番蛇漏汁 價錢55匹 它其實送上來的時候都是用一個8盎司的玻璃杯 好像以前咖啡茶檔的熱奶茶一模一樣 不過我叫它加冰 它馬上拿了一個大的玻璃杯 加了很多冰 嘩,我覺得很滿意這裡的服務 而且本身這個番蛇漏汁 有少少像我平時吃八番日本拉麵的店鋪 它不是太甜 也能喝到濃濃的番蛇漏味 但也不是最厲害那種 但起碼喝下去我覺得個人也比較健康 因為番蛇漏 就算你吃了很多東西 糖分高 它也有部分功能幫你降血糖 所以我覺得適合今天可以飲用了 而且夠冰凍很好喝 然後旁邊咖啡色的杯 就是老公平時很喜歡喝的 冷的檸檬茶 價錢75匹 不過它那種茶不像香港用兩三種茶 它多數都是用蔥泰式奶茶那種茶葉 加冰 再擠少少檸檬汁下去 就是檸檬茶了 有些地方加一片青檸 有些地方加一片黃檸 反而這裏我暫時看到有檸檬一片片放在裏面 應該有少少酸味就是 它用了檸檬汁擠進去 但真的看不到中影 喝起來 你要喜歡喝泰式奶茶 你才會喜歡這個味道 如果你真的喝慣了香港那種檸檬茶的味道 那這種味道可能你會不會太喜歡 這是醃製生牛肉片 價錢59匹 一碗來到的時候 份量不算太多 你猜不到 它輕輕切了好像滑牛的感覺 裡面很嫩滑 很有牛香味 再加上它拿上來不是生的 是輕輕飛一飛水 才拿出來 當然它應該是用湯底來飛的 不是用水飛 所以它亦有湯底的味道 我們也再放進鍋裡 錄一錄它 才拿出來 讓它再熱一點吃 嘩 依然是這麼嫩滑 雖然份量相對比較少 59匹 你問我 都是貴一點點 但在這些地方吃東西 我覺得完全可以接受 而且最重要是食材新鮮 好吃 我覺得已經值59匹 這碗是配料 我選了牛舌 價錢89匹 它一碗有三大片 拿到上桌的時候 其實看見牛舌 有少少像豬尼 因為大家煮完之後 都是差不多顏色 不過一看就知道 它切的方法是不同的 這裡不是切開一粒粒 是一片片的 厚度差不多等同豬尼的三分之一 差不多厚度 看上去是0.3-0.4cm 咬下去 要不就不咬 一咬 全口腔都是牛油的香味 原來牛舌 它也給了一些漂亮的部位 應該是牛舌心托的位置 所以其實你看見有啡色之餘 中間是看到有白色一坑坑的花紋 那些就是牛的油脂 剛才我給了一半老公試 有沒有牛油香味的感覺 它有很濃的牛的香味 在裡面 再加上這個牛舌也很軟 吃下去很容易咬得開 所以這個老人家 或者沒什麼牙力 都是適合吃的 如果你喜歡吃牛舌 那就適合了 雖然它不是彈牙的口感 如果說燒烤 我就喜歡吃彈牙 但是如果是白灼的 或者是好像打火鍋 打火鍋的時候 軟滑 我都喜歡的 最重要是它吃起來 真的會令你的口腔得到兩個字 滿足 這個叫做牛肚 其實它相類似內地的叫法 都是叫毛肚等等的東西 香港是叫做牛柏葉 如果你看英文 就知道它是牛柏葉 這個價錢是49泰 一碟來說也不是有很多件 但是件件我告訴你 都是薄身 不會厚的 咬下去很爽口 其實我這些錄了10秒左右 不太久 接著就撈起來 很好吃 很爽身 這些是白柏葉 所以一定是票過的 不是黑柏葉 如果內地的毛肚 就是黑柏葉 這個也很有趣 咬下去 咬下去 好像吃芽菜 這個跟著那個湯 吸了它的味道 變了會好吃很多 這個價錢來說 也要十多元 你問我 是否值得吃 跟香港差不多 這裡也是那句 給你一點食物不差 我覺得已經可以了 這個是和牛豚肉 其實送來的時候 碟碟都很類似 有兩碟很相似 所以它特別告訴我們 這一碟是什麼 這是和牛豚肉 其實它件數 一碟都很少 價錢280泰 但是只有兩塊半 為什麼用半字形容 就是有一塊是很大塊 比這一塊大一倍 有兩塊也是大一倍 而這一塊只是大一半 但是它的牛肉的味道 咬下去的融化程度 很棒 因為這塊我是第一個吃的 老婆便問 可以嗎 我說可以 但是未到極級和牛的程度 為什麼呢 咬下去不是入口即溶 油脂香也不是很厲害的那一塊 現在有一塊是完整未做的 我給大家看看 分別有多大呢 看到嗎 像整塊牛扒一樣 裡面的油脂感也很厲害 裡面有些油花 當然還未到洩花那種感覺 但是它的油脂香也是不錯的 再看這裏 這半件來說 依然都是這麼好吃 是不錯 但如果280泰銖來說 我感覺上比較貴一點 這塊是豬筋肉丸 價錢29泰銖 一碗它給了5粒 其實剛才一試那個 豬肉全家福火鍋的時候 湯底已經放了豬肉丸 我們試了好滿意 因為肉味好濃 而且它不是比較偏梅 是軟到接受不到那種 覺得非常好吃 結果我們打算單點點的丸來吃 來吃 原來它是有豬筋肉丸的 那當然要試一下 價錢又不貴 拿到上桌的時候 買相其實跟豬肉丸牛肉丸的模樣都很相似 因為其實所有軟類我們現在都點齊了 因為剛才試了豬肉丸 買完之後就馬上試另一款給你看看 原來咬下去的時候 嘩我沒想到這麼小顆 它那些筋的部分放了這麼多下去 是脆口的索索聲 剛才老公也不相信 她說有沒有那麼誇張 然後我說不相信你試一顆 有沒有這樣的口感 嘩真的有 比香港的麥魚丸 那些麥魚粒 很多粒有彈牙的感覺 我告訴你 雖然這裡這麼小顆 但裡面的彈牙感覺 是比麥魚丸更加厲害 可想而知你想得到 這顆丸是有多厲害 我用這個影片 我表達不了給你看 你自己吃過你就知道了 剪開了一半的時候 都看到有氣孔的部分 而豬根的部位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清楚 其實它都是比較近透明狀 是一顆粒的 但是它的體積 只是我們平時香港吃到的牛丸 三分一與四分一之間 這麼小顆 但是居然有脆口的感覺 索索聲 真的很厲害 值得一堆 但是最後要說回 它比起豬肉丸的肉味 是淡一點的 剛才說完豬根肉丸 現在就說牛筋丸 一碗有五粒 價錢都是29匹 牛筋丸 顧名思義 當然有索索聲的筋位部分 跟豬根肉丸一模一樣那麼多 吃下去牛味很濃 雖然我未試牛肉丸的濃度 但是起碼咬下去 我覺得比豬根肉丸的濃味 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唯一的不好處就是 原來它本身的牛筋丸 肉的彈性和口感 是結實過豬根肉丸的 所以咬起來 其實有少少像潮山牛丸 都蠻好吃的 可惜它的體積真的比較小 一咬 因為肉質想著會享受的時候 就已經啞碰啞 即是享受的口感已經消失了 剛才我說到這麼複雜 不知道老公明不明 他也試了一粒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因為那粒丸的面積比較小 所以咬完之後 那種口感沒有了一種維持 可以一直很爽身的感覺 所以這個變成它小粒 是有小粒的好味道 但是就沒有那種口感 如果你讓我選擇 這個豬肉片來到 我看到那一碟 也有很多份量 你看看 現在還有很多片 看上去是否肥膏很厲害 看上去很堅抽 一看上去就已經感覺像 別人一些48個月 36個月的Palmahem 只不過說 這就是比較深思 沒有醃製過 沒有風乾過的分別 但是吃下去 我告訴你 味道是相相類似的 我是最 הוא衹 Cara 其實瘋 Caldowe 你會看到樹枸 芝蓋 枝菌和什麼 切法也是相類似的 當然味道也是相類似的 只是吸了湯底之後 味道更加突出 更加好吃 猜不到 320rb 雖然價錢是多貴 那些味道也有很多片 反而我的獨角度直 為什麼呢 其實你想想 你會想想 在超市買的Palmahem 利用一盒一裂 на400-500元 但那些時候進了調配 味道更加突出更加濃 就像金華火腿一樣 味道相類似 但這個新鮮做出來 亦有它的好味道 所以我覺得320元是值得吃 而且好吃 價錢最高的主角出場 和牛堅甲肉320元 總共有三大片 剛才280匹只有兩片半 其實兩款和牛都是差不多份量 只不過280匹就少了半片 微綠之前 我覺得它給我們這碟的顏色 就不太鮮艷 有少許大魚與黑黑的顏色 其實可能一來它已經切到薄片 但存放的時間在冰箱就比較久 要不就是它冰箱的溫度調得比較高 所以保存肉類新鮮的感覺就沒有那麼好 所以就看到牛肉有些沒有那麼鮮艷紅色的效果 幸好錄起上來的時候 牛肉也沒有變味 還有質感也正常 因為它本身脂肪的含量比較高 我剛剛夾了一半 就是佔有比較多脂肪的位置 所以我試過那塊的口感 脂肪感的味道和入口即刻溶化的程度 是比剛才和牛豚肉那塊的 但肉味我就發現豚肉那塊比較濃郁 而且整體上的口感滿意程度也是豚肉那塊好 但你問我有沒有和牛的感覺 它是有的 比起我們平時在香港吃燒肉的店舖 如果是堅甲肉來說 這裡是更加滑身的 因為香港很多時候堅甲肉都是比較粗口的 你問我320匹是否值得呢 我就覺得不值得 因為起碼我看過買相片就不吸引 但如果吃下去的口感我就覺得一般般 是不是我吃過最好吃的堅甲肉 不是 但也叫做駕車鞭合格 這個是牛肉丸 價錢29匹 一碟有5粒 牛肉丸的感覺和剛才的牛筋丸 很有趣 有些地方牛筋丸比牛肉丸好吃 但這裡牛肉丸比牛筋丸好吃 為什麼這麼說呢 牛丸很彈牙 吃下去真的有那種很大粒牛丸的感覺 牛味也很重 所以我覺得這個反而反過來 比牛筋丸好吃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泰國的丸類很多時候都是小小粒的 不會是大粒的 包括九龍城 你留意一下 去昌泰 昌泰那邊看一看 你看一下那些丸類的東西 就知道他們全部都是以小粒為主打的 不學得香港 全部丸類都要大粒 所以可能國家的文化做法有點不同 但是小粒又小粒好吃 大粒又大粒好吃 換轉這裡竟然是牛肉丸 比牛筋丸好吃 我最喜歡吃的澱粉控出場 寬河粉 價錢20泰 它已經給了一碗份量 不過你不要想著 那一碗是好像平時香港吃魚蛋粉的份量 它只不過是我們平時香港吃魚蛋粉的 四分一或者三分之一份量 泰國的河粉多數都是好味道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它的煙韌度會令你好滿足 好欣賞 還有吃下去有米漿味 不容易斷的 你真的煙韌到你要咬開才斷的 還有很多時候都不會錄完之後變了張狐山莊 這次看見它已經展開了一塊塊 也有點害怕 因為我心裡想著 會不會錄完之後變了一劈胡狀 張狐山莊 幸好 原來錄完之後就是我最喜歡那個程度 好像橡筋一樣 有蛋融的口感 又薄又滑 所以這次20泰國寬河粉 真的相當之滿意 但是澱粉控 如果你喜歡吃的話 不止一碗那麼少 因為份量真的相對比較少 大家可以在鏡頭前看看 我們已經錄了一半份量 各自試了一條 現在的碗只剩下半碗左右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歡吃 可能要多點一兩碗 接著講講這個公仔麵 價值30匹 公仔麵不需要多說 這個普普通通 我先後以為這是媽咪麵 這麼大的媽咪麵 真棒 其實媽咪麵很好吃 但這個應該是複麵 而且麵質會軟一點 吃起來的感覺沒有太過癮 因為麵呈呈現長方形的感覺 不是圓滑滑的 但這個因為自己煮完後 才拿出來給食客 讓食客不用再放進鍋裡煮 這個也是不錯的 煮的時間剛剛好 欺負到好處 但這個因為是複麵而言 我就比較沒有太喜歡 因為以前小朋友很喜歡吃複麵 因為複麵也挺有趣的 可以捏碎來吃 有很多種做法都可以 但現在人大了 開始就會追求一些好吃的東西 變成這個 你問我 價錢不是貴 但就不是我的杯茶 變成這個只是差一點 但它吸收了那些湯 哇 那個靈魂所在就很好吃 剛才吃了一碗寬可粉 當然不夠飽 最後也要點一碗粉絲 價錢20泰 看上去的賣相 其實都相當不錯 因為它只是說 份量來計 都好像比寬可粉多很多 但是我一般喜歡吃泰國的粉絲 都是某個紅色包裝的牌子 那些粉絲偏黃 但今天它拿來的時候 我看見粉絲是雪白無瑕的 我在想 會不會第二個品牌的粉絲 相差很遠呢 那個質感 想不到一六元 我夾了一輩子住來吃 眼睛由蒙豬眼都燈到很大隻 我說 哇 什麼這麼誇張 它彈牙的口感 好像橡筋 老公也不信 她立刻夾一處吃 有沒有這樣的口感 有啊 我看見老婆吃完我的樣子 很好笑的 她在笑笑口地說 好有趣 好大牙 我說 是不是煮不熟 不是啊 是真的這樣的 我當然要試一下 真的好有趣 好大牙 你有沒有說錯 它不是煮不熟的 是真的那種質感 是咬下去很爽口 很煙韌的那一隻 所以 這個粉絲我真的很欣賞 再加上它放湯 如果這裡就這樣有 有那些河粉賣 一碗一碗 它好像叫做Bow Fruto 我一定會點這個粉絲 哇 想不到這麼棒 這麼好吃 這個感覺 真的很像橡筋 有點像海捷 幼身版的海捷 爽的那隻 不是軟的那隻 所以很好吃 原來想不到 幾隻牌子的粉絲 雖然包裝不同 樣子不同 但是 好吃的程度都相約 都挺欣賞 挺過癮 好 如果你說這兩杯 我喝得太快了 喝到媽媽也不認得 因為其實食物真的很好吃 再加上不是很口乾 是因為嘴巴黏著 因為湯很濃郁 兩杯就是一杯菊花茶 和一杯Honey檸檬 兩杯和文堂吉比 我覺得文堂吉比較好喝 這裏比較淡 而這兩杯飲品的價錢 Honey檸檬是65.00 而菊花茶是50.00 哪一杯打哪一杯 是不是看不到 左手邊那杯是菊花茶 右手邊那杯就是Honey檸檬 因為這杯是黃色的 雖然桌子也是黃色 所以你看到它是很接近的 兩杯就比較普通 沒什麼特別 然後再加上一個 雙手在這邊 也要再加上一個 只是水 加上一個水 倒入水 加上一杯水 加上一個水 加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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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 好了, 到尾人照鏡 嘩, 食物都吃完了 你知不知道, 已經加了一碗 接著, 講講最後總食評 你看看, 我們在飛機拿了一瓶水 還用小小瓶, 多可愛 字幕提供 好了, 接著講講最後總食評 這間叫Sandley Chan 營業時間是11點至21點 我們當然, 首先就乘的士來 乘的士來 乘的士來, 其實因為路程 畫出來, 繞得混亂 其實來的時間很快 我估計, 如果我買那一瓶 會便宜一點 當然, 剛才就貴少少 差不多要200匹 也挺貴 但不要緊, 最重要安全到步 我覺得錢浪費了不要緊 最重要安全 另外, 今天吃的這餐 嘩, 抵到爛 2927匹 整體上, 它有加10和加7 那一瓶也佔了400匹 你聽聽, 現在有很多人 因為剛剛有一班 都是屬於泰國人 來這裡吃東西 我相信這裡的食物都不差 其實你問我 今天全部食物我都很滿意 包括牛肉 丸類 麵 河粉 嘩, 全部食物我都覺得很好吃 反正反過來, 今天那四杯飲品 就普通一點 沒有什麼特色 沒有什麼好特出 這裡的環境當然舒服 我剛才也拍了那個外貌 整個木屋仔 很可愛的 在遠處看 再加上這裡, 裡面很乾燥 冷氣充足 你問我 我都吃得流寒 為甚麼 因為食物很熱和很辣 在我來說覺得很辣 在老婆來說不覺得辣 所以每個人 對食物的感覺 是會有不同的 你覺得好吃 不代表我覺得好吃 所以每樣東西 大家只知道 那樣食物是怎樣 大家可以衡量 好吃和不好吃 而我想說回一點點 有些網友很搞笑 在這裡說三道四 怎樣說呢 譬如每個人介紹食物 都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去講解 有些人喜歡說兩個字 好吃和不好吃 說完算了 有些人喜歡把所有食材 解釋得比較詳細一點 我們就是後者 會想詳細一點 讓大家知道裡面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 他就說 叫人不要那麼詳細 口水多過茶 我想問 每個人說話 都有自己那一套 我是不是要因應你 去改變我自己 譬如 我回答你 是否每樣東西 你上班自己是回答事和不是呢 如果你是這樣上班 我很相信你很快被人解釋 人家問你 或者客人問你 這件事怎麼做 不知道 然後說那件事行不行 可以 說完了走人 我很相信你忽然工 應該不做得來 或者我很相信這個網友 基本上都沒有東西做 在家裡天天只說 事和不是 知道不知道 只說這些東西 就是他每次 我都不跟他爭拗 有時候有些人是喜歡這樣 我跟他說話 他還在那裏說完 那些狗不答應 問他話 他又好像說 對呀 我沒看很久了 你沒看很久 你就進來我那裏寫東西 你寫得東西 就是你有看片 我真的不明白 他那些人 是想做些什麼 不要緊 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的方法 喜歡看東西的方法 或者寫東西的方法 無人歡迎 說說今天夜吃 真的很開心 吃得 我們現在要走出去 那要做運動 哈哈 不要經常只顧著坐的士 因為今天天氣都很好 不屬於說很熱 還沒下雨 嘩 一會好像說會下雨 4時 那現在時間呢 哎呀4時了 哈哈 哈哈 這樣呢 還沒下雨 那我們也先逛街了 其餘是讓我婆婆說說吧 他好像變魔法 哎呀4時了 那說回今天啦 環境真的很舒服 很想睡覺 吃飽就睡了 閉加火了 還有呢 這裡的音樂 雖然又開 不過真的很細聲 令你覺得這裡很悠閒 還有冷氣充足 這個才是要點 你吃這麼熱的東西 還有這麼辣的東西 如果真的開少一些冷氣 有些人很喜歡吃摩吉塔 摩吉塔很多時候都是老天吃的 那如果真的頂得順才好 如果頂不住 可能你未吃之前 已經全身汗全頭汗 或者衣服已經濕了 所以我們多數都喜歡有冷氣的地方吃東西 但有些地方真的沒有冷氣也很好吃 例如 我們吃韓仔魚蛋糞 如果你真的要糖吃的話 一定要熱著來吃 除非你外賣 不過外賣呢 雖然它是分湯 但我覺得呢 都差一點的質素 反而今天這裡真的超級棒 每一樣食材都很好吃 雖然份量不是很多 但是你想想一會 又可以試多幾款 而且它的肉是很濃味的 真的不像在香港 就算在街市的牛肉檔 豬肉檔 那裡買的肉 你都覺得沒有尼文味 總是不知道為什麼 要給很貴價錢 才買到一些 輕輕濃一點的肉 我覺得呢 反而這裡 可以試到幾款的肉 都這麼濃味 還要軟類都這麼濃 真的很少有 煮食類 我覺得都相當不錯 質地挺好吃的 另外飲品方面 剛才老公說過 我就不說了 一般飲品不是太差 湯底 我猜不到 我們叫豬肉鍋 它給的湯底 也有點像泰國船河 那種 好像下了牛血 那種濃烈的味道 但你問我是不是真的一模一樣 我也不敢肯定 雖然我又免得問店員 我看它好像挺害臭的 另外剛才我們吃到的蔬菜 都是很新鮮的 整體上真的很滿意 覺得這裡除了享受兩個字之外 還可以給它多一個字 就是客 真的感覺來到泰國 可以將生活節奏放慢 真的可以客氣一點 今天吃到這餐 真的很滿足 很享受 很飽逃 很開心 我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 好了 又找到一間新的食肆了 雖然價錢會比較貴一點 但是坐得很舒服 吃的食物質素也不錯 希望大家都喜歡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其實進來這裡 不是一定要吃些很貴價的火鍋 我看它有一碗碗粉麵 也有很多人進來吃 剛才我們剛剛來到的時候 也有幾台是在吃粉麵 也算相當不錯 如果說這裡的環境和服務 可以來這裡嘗試一下 還有它本身比較漂亮的肉類 它都保證有幾多g 我覺得泰國人多數都是老實的 所以它介紹給你吃的食材 它都不會很騙情的 那好吧 下次再找個下一間介紹給你 拜拜 在這裡 幫我薄餅 做什麼 不像 我會跟你說